Hello 大家好 我是凝氏咖啡的Angie 今天想为大家介绍大小水柱的应用 相信各位在网路上都会看到很多人分享 自己的手冲冲煮计划 那这个计划里面通常都会包含到 水温、刻度、水分比 还有它的断水次数 还有诊断冲煮计划每个段落的总水量跟总时间 这时候如果我们要去复制这样子的冲煮计划 我们给水的水柱大小就非常的重要 一个稳定流速的滤杯 可以真实的呈现我们给的大小水柱所希望的流速 那今天选择的是骨池西芒滤杯 那会选择它除了它是骨池 它有很好的保温效果之外 它的肋骨设计非常的均匀 还有在于它的孔洞 它的孔洞不会过大 有粉集中的效果、水集中的效果 那如果今天你给了比较大的水柱 我们就这个滤杯它可以避免你 水柱因为过大而穿过粉层 那让咖啡会有水感的产生 那大小水柱我们要如何利用呢 今天你拿到一个冲煮计划表 最重要的是你要先去看一下它每个段落 所需要的总水量跟总时间 那如果今天这个段落呢 它的水是比较多 但是所用的时间是比较少的话 那我们就用大水柱来处理这个段落 那如果今天呢这个段落呢 是水比较少 但是时间比较长的情形之下呢 那我们就用小水柱来充足这个段落 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咖啡的萃取速率呢 是酸香 然后再来是甜 再来是Body 酸香呢会在整个充足过程中呢 最早被萃取出来 酸香气是比较属于小分子的关系 那你用比较快的流速呢 这杯咖啡呢 酸香的表现会比较好 那如果说今天 你希望它的酸香不错 也希望它的甜感跟Body 也有所琢磨的话 那我们在冲煮的中后段 可以用比较小的水柱来冲煮 接下来为大家做冲煮示范 那我手边呢也有一段冲煮计划 我用17克的粉量 小富士鬼齿膜7.5 等一下的总冲煮时间 大约落在1分30秒到40秒之间 那总水量呢大概在200cc 那这段这个冲煮呢 它是除了预浸之外呢 它是后面分四段 前两段呢它想表达酸香气 所以它是两段的大水柱 然后呢后面是两段的小水柱 那接下来就直接来做冲煮了 预浸的话呢 可以用比较轻柔的水柱来做预浸 目的是为了能够让水 让粉能够充分的吸收水 那第一段是30克的水 然后焖蒸大概30秒 然后接下来呢 它是它后面四个段落的 前两个段落我们用大水柱 大水柱均匀的绕圈 第二段是60cc 再来第二段的大水柱是120cc 直接冲到120cc 用比较大的水柱 那接下来呢 我们希望填感多一点 所以在中后段的 我们用比较小的水柱 小且稳定的水柱 第三段落呢 我们是给160cc的水 最后一段也是比较小的水柱 我们就直接拉到200cc 总冲煮时间大概在1分40秒 到1分50秒之间 虽然我们在每个段落 Gear了有些是用大水柱完成 有些用小水柱完成 但是呢 建议大家在同一段落里面呢 切记水柱不要忽大忽小 这样子会造成咖啡的杂感比较多 那今天的重点是大小水柱的应用 当你拿到了一个冲煮计划 一定要先看一下每个段落 它的总时间跟总水量 那你才能知道说 在执行这样的冲煮计划的时候 每个段落你要使用大水柱 还是小水柱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选择一个 可以能够真实呈现你大小水柱 而且稳定流速的滤杯 谢谢大家 给大家看